今天下午 济南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 会上通报了目前济南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 眼下 济南已经把切断传播链作为疫情攻坚突破的关键环节 4月27号 010到24时 济南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 无症状感染者37例 目前都在接受治疗和医学观察 病情稳定 新增43例本土阳性感染者中35例为集中隔离点封控区检测发现 8例为济南高新区社区筛查发现 目前进来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是 把切断传播链作为疫情攻坚突破的关键环节 核酸检测是防疫处置的重要依据 是尽早动态发现阳性感染者 从源头上切断传播链的关键一招 当前博市部分区域核酸检测正全面铺开 有序开展 疫情防控中济南市充分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动态还原感染者活动轨迹 及时找到密接者和次密接者 动态划定三区 4月27号 010至24时 新增摸牌管控密接次密接和重点人群3656人 新划定封控区管控区23个 在这一过程中 广大群众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 给予防控工作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市委市政府坚持先控后筛原则 切实加强重点区域 风险区域的管控管理 全力把风险控制住 严防疫情风险外溢 风控管控必须从早从快 坚决果断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 货源充足 请市民朋友按需理性购买 各有关部门将对囤积居齐 哄抬物价 恶意炒作 造谣传谣等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发布会上 济南市公安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刘以武介绍 目前公安机关夜以继日 投入流调追踪 排查随访 社区管控等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中 4月份以来 全市公安机关 共办理涉疫刑事案件三起 行政案件七十二起 同时累计随访登记108.99万余人 在高速收费站国省道 设置24小时卡点77个 累计检查车辆275万余辆 考虑到疫情特殊时期 办案中警方宽言相继 惩处各项违法行为 我们公安机关充分考虑和理解 广大群众的现阶段的焦躁心情 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 做到严格公正文明理性之法 对防害疫情防控 扰乱市场秩序 社会秩序 轰抬民生物品价格 和传播谣言 制造恐慌等突出的违法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 对没有主观恶意 和恶意不重 危害不大的 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的界限 坚决杜绝 不分轻重 一律从重的一刀切处罚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这期间广大群众应该如何做好新冠疫情防控 公共卫生专家建议大家 假期要继续保持良好防护习惯 合理安排出行 倡导就地过节 不前往人群具体的场所 尽量选择到空旷的室外活动 为保证游玩的安全 前往公园 景区景点 请遵守 不聚集 戴口罩 测温验马 保持安全 涉及到距离等 疫情的防控要求 减少走亲防友 家庭 朋友聚会 要注意控制人数 倡导 喜事缓办 丧事减办 宴会不败 我愿意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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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